好那杰倫 最近又多一個憂慮 不過我先我們在廣告談到說 學歷到底重不重要 沒有我們該這麼講 因為我們的養成教育 可能兒子他覺得 他覺得學歷不重要 他覺得工作績效比較重要 或者他周圍的人 很多人都不是什麼好的學歷 可是我為什麼認為學歷很好 是因為學歷很重要的事情是 那個叫做 叫做就是你try error 我們通常說我們遇到一個錯誤 我們就會學到新的東西 學歷高當然不代表 他犯的錯誤比較多 但是就在做一般的研判 因為畢竟從大學考進行 還是一個考試的這個門檻 所以他找這樣的人 我們的失誤率是比較低的 就是他是一個失誤率的考量 那而且我們以前在 做總經理的時候 我們在晉升位置的時候 通常除了他的工作績效之外 也會考慮到學歷嘛 好通常學歷高的 他可能就工作又不錯 跟一個學歷相對低 但工作也不錯的時候 通常最後選擇的一定是 學歷高的工作也不錯 就是你站在工作資歷 一樣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考慮是學歷比較好 另外一方面他是念數學系的 就是念那個精算師的那個科系 那精算師科系他現在走行銷 那我就擔心說 你行銷因為我們是念行銷的嘛 我念經濟跟行銷兩個主修 那行銷這東西他其實有很多的美感 好那東西你真的要有一點點 就是說你真的去看很多案例 你真的經過這樣的訓練 你的反應會比較 比較可以跟上 當然有些人天才他去行銷 他就行銷天才他不用看書就可以 接受但是一般我們還是覺得 這東西是有必要 免得到時候講出來的時候 因為他有周圍配合廠商 這些配合廠商都是那種外商公司 裡面的學歷都是那種 好到嚇死人的 那你這個學歷人家 你跟人家談的時候 你最好都說對的話 只要一句話說的不對 人家心裡想說 啊這個學歷嘛 對就是那種 那種職場的一種學歷歧視 所以我當然希望他 他可能自己覺得沒有 可是別人有沒有這樣看他我不知道 那長遠機我們又不可能陪他一輩子 所以你就會憂慮 這個事情到現在還在憂慮 就是說他什麼時候要出去申請 那種就是我們說在學碩士班 對 可是又不敢跟他談 因為以前已經 六年的研究所了 美國研究所最後他打我槍 對不對 根本就不是事實 他從後到後就沒想出國念書 我們錢都準備好了 很多人想說小孩子要出國念書 還沒有錢耶 我們說錢都準備好了 就他不願意 我們說是不是人在府中不知府 他現在又在憂慮說 那他這樣工作 萬一他的學歷不夠 他又走行銷 他又不是本科系 將來會避到挫折 那尤其是在將來跳槽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是人家質疑的問題 其實我們有稍微暗示性的講 這樣的問題 可是他不會覺得這有什麼困難 可是我們心中還是有這個憂慮 因為我們在職場待過了嘛 現在要多一個憂慮 就是什麼憂慮呢 到底他會不會結婚 當然我這件事 我其實還蠻開心 因為我常會在家裡拖地 然後拖一拖呢 你知道我們拖地不是那種 就是一般的拖把 我們是那種那種布啊 那種就是3M那種布 那3M布他會是吸東西 他做法第一個是用先乾脫嘛 接著再試拖 那乾脫的時候 東西就會黏在那個3M 我每次乾脫完的時候 就開始看有沒有長頭髮 然後有看到長頭髮 很開心 看到不同的長頭髮也很開心 最怕是拖了半天沒有長頭髮 你可不可以對著電視 如果你兒子有在看的話 跟他講幾句話 就是為了你的將來好 還是晚上的時間 不要做別的事情 去唸個書啦 對 30歲之前把書唸完 30歲後隨便幹 你會不會覺得 他跟你生活在一起壓力很大 會 我相信 因為他媽媽跟他爸爸 雖然我現在 也說他是名嘴名嘴 其實我們之前都是在公司裡面 做到一個總自備的位置嘛 他在小時候也都知道 很多人見到他爸爸是 用非常尊敬的口吻 因為員工來找我們都是很客氣嘛 他媽媽也是一家半導體的 接近財務長的位置 是二把手 所以可能 有這樣的一個壓力 而且都是高學歷嘛 所以他可能 有這樣的一個壓力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事情 所以他很希望 我們給他肯定 我們給他肯定